幸福时间和善导书院的创办人陈文静院长 各位贵宾各位朋友 以及所有书院的小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 来参加幸福时间 参加全国第一届青年公益实践计划的成果发表会 过往有许多非盈利的组织和公益团体 是靠着大家的捐款和政府补助来维持营运 然而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有一些服务或者有一些产品 它真的是能够进入市场里面 转型成为社会企业 或者是设立一家必锁型的子公司之后 我想这样子的组织 不仅要考量钱怎么来的问题 也要思考怎么样帮助每一个人 包含自己的员工和自己所有的利益关系人 来创造自身的价值 让受辅助者不单单只是被帮助 也可以来帮助别人 善导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书院从协助偏乡弱势孩童的课后辅导 品德教育以及生活照顾着手 如今更进一步来培训他们的生活技能 能够贡献所长 这个就是创造价值改变社会结构的具体实践 幸福时间在转型成为社器之后 除了进驻台北的社创实验中心 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推广理念之外 也参加了慈济基金会举办的第一届青年公益计划 就是放大视野想象未来 更从245个团队里脱颖而出 获得评审委员的肯定入围相当的不容易 我想就祝福这次的活动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